但有人却选择以传统的方式接触歌台 他是29岁的吴恒元 拥有会计系大雪文凭 目前在医院从事财务工作 白天是普通上班族 到了晚上披上亮眼的外衣 吴恒元准备好隆重登场 妈妈就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就觉得唱歌没有什么前途 可是我也曾经跟我的家人说过 也就是说演艺事业比较短暂 就给我几年去让我想做自己的事情 慢慢唱着唱着 我发现到我的家人也对于歌台有所改观 就觉得其实唱歌也不错 吴恒元的艺名叫天悦出道六年 他从小就有表演欲 经常受邀到社区活动现场 之后也受到歌台台主赏识 安排他客串演出 大学毕业后他就决定在工作之余 到歌台主持和表演 白天工作晚上主持到午夜 但是他一点也不觉得累 满足感就可以说 在一天疲劳工作过后 因为唱歌是我本身的兴趣爱好 那么一唱起这些经典歌曲 听到这些音乐 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压力 我立即解除 是 那么也很重要的 也是看到台下的朋友 这个每一个观众的脸上 都挂着一个非常灿烂的笑容 那我看到别人开心 自己也很快乐 大学毕业生唱歌台 公众有什么看法 我鼓励了 因为这个是文化 我不鼓励他们 为什么 哎呀 这种东西 没有什么好 如果有前途的话 就比较高级的啦 这种东西来这边赚 根本赚不了什么 我会鼓励 因为 有一些老的歌星 他们已经慢慢要退休 因为要有一些后备上来嘛 男人三十而立 明年吴恒元就买三十岁 对于将来 他有什么打算 未来如何 那我也不晓得 那我只知道呢 每天呢 有这个歌台节目 只要这个歌台 这个娱乐界 有需要天悦的服务的一天 那我就愿意来带一点欢乐 送给你们 要传承歌台文化 需要多方面的投入 不过更重要的是你和我 中元节已经接近尾声 你是否考虑过到歌台听一听 看一看 说不定你会喜欢上他 到下转了 到下转了 对于将来 通过大 是 哎呀